2024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引发巨大争议 多个镜头让人直呼辣眼睛 对比北京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 网友沈总结中国在先界 日本在明界 法国在妖界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巴黎这座浪漫之都时 谁曾想 30万热情的观众和运动员们 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厕所大战 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宴 更像是对巴黎公共设施的一次大考 想象一下 塞纳河畔六公里范围内 人潮涌动 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传说中的救济所 但在这个拥有浪漫气息的城市里 寻找一个公厕 就像是寻找一颗星星一样困难 公共厕所的稀缺让人咋舍 每3000个巴黎居民 才能分享一个厕所的现状 让人不由的感慨 在巴黎 厕所简直比珍稀动物还要稀缺 但就在这紧要关头 中国的网友们 如同超能英雄般出现了 他们自称厕所辖 用他们的智慧和热心 解决了数十万游客的儒策问题 人们不禁感叹 中国网友的智慧和团结力 真是无处不在 巴黎 这座被誉为爱情之城的浪漫之都 以其众多的奢侈品牌与迷人景点而闻名下尔 然而 在筹备奥运会的过程中 巴黎的基础设施问题却逐渐浮出水面 令人尴尬不已 首先是塞纳河的水质问题 尽管它承载着无数浪漫情怀 但其污染状况却令人忧虑 其次是奥运村设施的简陋 从环保纸板床到缺乏空调的住宿环境 无不透露出绿色奥运的理念 但最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如此问题竟意外成为了 此次奥运会的一个热门话题 引发了广泛讨论 巴黎的厕所数量严重不足 而且大部分是收费的 这让许多来到巴黎的游客感到非常不便 在一些热门景点附近 找一个免费厕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在餐厅和商场内 上厕所也需要密码 这种情况 对于习惯了便捷公共设施的中国游客来说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根据某博主的实地探访 中国代表团的酒人豪华套间里 竟然只有两个厕所 这让排队如厕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其实 这并不是法国第一次在大型赛事中 暴露出这样的传统问题 巴黎的如厕难题早已存在 只是在这次奥运会的巨大人流量下被无限放大 面对如此难题 中国网友自告奋勇 化身为厕所侠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智慧和策略 有人画出了详细的厕所地图 标注了巴黎所有厕所的位置和使用状况 有人开发了专门的APP 方便大家找到最近的厕所 甚至还有人分享了破解厕所密码的方法 这种团结和智慧让人们不禁感叹 中国人真是太厉害了 厕所侠不仅提供了详细的如厕地图 还根据性别和不同情况提供了多种如厕策略 比如 有人分享了如何假装打电话 进入酒店蹭厕所的方法 这种脸皮无敌厚板的策略让人忍俊不禁 还有人总结了不同场所的厕所费用 并推荐了寻找厕所的APP 这些贴心的分享 极大的缓解了中国游客在巴黎的如此难题 虽然厕所侠们分享了许多寻找厕所的技巧 但免费的公厕数量依然稀少 根据谷歌地图的标注 巴黎的免费公厕分布极不均匀 这让许多游客在紧急时刻不得不选择收费厕所 而这些收费厕所的费用也不低 这对于游客来说无疑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面对巴黎的如此困境 中国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执行力 他们不仅分享了破解厕所密码的方法 还分享了自己消费后获得的厕所密码 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使用这些厕所 这种无私的分享精神 让人们不禁感叹 中国网友的团结和智慧真是令人钦佩 中国网友们的智慧不仅限于破解密码和分享经验 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厕所攻略 例如 有网友详细列出了巴黎市区内免费和收费厕所的位置 并标注了每个厕所的开放时间和使用费用 这些信息帮助了无数在巴黎寻找厕所的游客 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金钱 有些中国女网友还专门分享了女性如厕的特殊技巧 例如 他们会推荐一些女性专用的厕所 或是一些较为隐蔽但相对干净的如厕地点 他们还会分享一些在高峰时段避开人流的方法 这些细致入微的建议对于女性游客来说尤为实用和贴心 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如色难题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在公共设施建设上的优势 在中国无论是商场公园还是公共场所厕所都是免费且便捷的 这种基础设施的完备让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国家的自豪感 同样这次厕所辖事件也凸显了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和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中国网友们迅速分享信息形成了强大的网络互助力量 这种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共享使得更多的游客能够及时获得帮助 也展示了社交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不可否认的是巴黎的环保理念值得称道 但过于极端的环保措施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没有空调的房间 简陋的纸板床以及收费的厕所 这些都让人们质疑这种环保措施的合理性 或许在追求环保的同时 巴黎也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多下些功夫 在环保与便利之间找到平衡 是每个现代城市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正所谓衣食住行 除了厕所 一场美食风波也在巴黎悄然酝酿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的巴黎 竟在奥运村的餐饮服务上栽了跟头 引发了英国代表团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这一突发事件 不仅影响了运动员的备战状态 更让人们对本届奥运会的组织能力产生了质疑 7月26日 英国《泰晤士报》独家披露了一则 令人震惊的消息 根据报道 英国运动员对奥运村的伙食条件极为不满 甚至用混乱一词来形容目前的餐饮服务状况 这与此前媒体大肆宣传的米其林厨师提供美食的承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是宣传过度还是组织不利 事实上早在英国媒体披露之前 法国对报就已经揭露了奥运村食堂存在的问题 食物供应不足 补充速度慢 早餐鸡蛋限量供应 烤肉和高蛋白食物供不应求等问题 让许多运动员较苦不迭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有运动员反应 他们在餐厅吃到的肉类竟然是未经烹饪的生肉 面对如此窘境 英国代表团采取了非常规措施 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安森告诉媒体 他们不得不从英国空运自己的厨师来改善伙食 许多英国运动员干脆放弃去奥运村餐厅用餐 而选择在克利西的训练营解决饮食问题 有些运动员甚至在吃午餐时还要打包一份作为晚餐 以应对食物短缺的困境 这种情况不禁让人联想到 古语民以食为天的深刻含义 对于奥运家人们来说 合理的饮食不仅关乎生存 更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竞技状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运动员 向泰伍士报表达了他的失望 巴黎奥运会的组织 并非如同想象般有条不紊 这几天 大量人员涌入现场一片混乱 如果再用餐高峰期去 你连一块鸡肉都吃不到 论组织性远不如上届的东京奥运会 这方话不仅道出了当前奥运村 餐饮服务的窘境 也引发了人们对本届奥运会 整体组织能力的担忧 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 奥运会的每一个细节 都应该精心策划 周密安排 然而 如此基本的餐饮服务 竟然出现了如此大的纰漏 不禁让人怀疑 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 同样存在问题 然而 正如美国著名篮球教练约翰 伍登所说 逆境不是摧毁你的东西 而是显示你是谁的东西 面对这样的困境 各国运动员和代表团 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 英国队自带出师的做法 虽然有些无奈 但也体现了 他们为了比赛全力以赴的决心 有人分析 巴黎奥运会餐饮保障不利 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巴黎作为国际大都市 物价本来就很高 奥运会期间更是水涨船高 餐饮成本自然也跟着上涨 另外 奥运会期间 运动员 教练员 媒体记者 志愿者等大量人员 涌入巴黎 对餐饮服务的需求激增 而巴黎的餐饮接待能力 可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导致供应不足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也有人认为 巴黎奥运会餐饮风波 反映出大型国际赛事 在组织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如何才能在保障赛事 顺利进行的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教练员 媒体记者和志愿者 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是所有主办方 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舌尖上的奥运遭遇滑铁炉 也给巴黎奥运会 蒙上了一层阴影 希望巴黎奥组委 能够正视问题 尽快采取措施 改善餐饮服务 不要让吃饭 问题影响运动员们的比赛状态和心情 毕竟奥运会是体育竞技的舞台 而不是饥饿游戏 话说回来 法国人松弛是松弛 讲起原则来 很有原则 乒乓球比赛时 有弯弯在现场挥舞所谓的 中华民国国旗 奥运会工作人员 要求他们把旗收起来 禁止这种旗出现在奥运会上 现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和清朝一样灭亡了 不愧是革命老区 就冲这事办的 现在开始 法国人的奥运会办的也还不错嘛 开幕式是辣到眼睛 不过国际奥委会已经下架视频了 奥运村嘛 反正咱家运动员都吃好住好了 其他的 小事一叠 就前面是一叠 是 词 词